我是一個作家 這個世界充滿奇蹟 街邊撿著垃圾的婆婆 可能會隨時種綠合彩 成為百萬富翁 而在中環回工的 可能會隨時破產 人生就好像一場遊戲 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怎樣 但一個城市 就是由一百個小故事而組成 我認得他 但自從那次採訪 就再沒見到他